秋色的意義是 然後因為邀請了王主 可能不邀宇辰 然後也順便邀請了 等一下 就當宇辰就開始 Find the way Find the way 然後程翔是因為前 不是程翔是 也是因為秋宇辰認識 可是 是因為我那時候 要跟程翔拍一部戲 不利用白不利用 就是利用他的戲 吳宇威呢是 我本來就知道他很愛公 夏和熙就這樣 好招了胡宇威 王子 邱聖翊 亦連程翔以及邱宇辰 一同擔任浪浪守護大使 男生們聚集私底下 竟然是滿滿的垃圾畫 我想說 不要穿很緊身的 看起來腿會太長 結果他們三個都穿很緊身的 我怕去拉高腰一點 你不會跟他講好直接卡住 不會卡住 而且他才語明明就不好 你一定要一直接 這是補償的 所以真的學語言就有什麼 不能怕 因為我 還要講冷 因為他就是一個天生 不怕冷的人 就是 對於這種評券來講 他就是覺得很舒服 所以你看大家都從外也拿好 你一定要因為 因為下水 這句有用 有用 或者是這個就是 我已經受購 海邊的 還有龍舟上的補兜兜 我們沒有在海邊 發風中 我會受購 你會去嗎 整個下第三季 你怎麼去嗎 你會去嗎 你就拍戲了 這是我在這說我要去的 就可以探家了 但你有想去嗎 你有點害怕 我好了 好笑的 好笑喔 真的不要開玩笑 這個真的 好痛 我真的開玩笑 我以前跟他有參加過相似的節目 然後我想說 王子那時候大概也過三十了 你應該沒有辦法 然後就說你有練嗎 他說有 我有訓練 我想說應該那種訓練就是普通這樣跑一跑 然後就是我一開始 然後他跑到前面 然後他會嗎 我就算了 就要他認真 有著飛毛腿的王子 果正也官宣參加全明星運動會第三季拉 不過可以跑這麼快的原因居然是 因為他從小就被拱追 對耶 他整個拉回來今天的主題 所以為什麼我去那個 浪愛找到家的這個狗員會害怕 就是因為我從小被拱追 練就有如此跑步神速的速度 你怎麼克服心魔打 你怎麼在練跑 練快一點 他就追不到我 沒有 而且那一天你自己的 那一天我們所有人都蹲著 就全部人都蹲著 連攝影師都蹲著 只看到秋生一個人很遠這樣子 所以那天很特別安靜就好 那種比一般什麼的還要更安靜 我真的很害怕 沒有 他那天 他那天那個步伐就是隨時要準備跑 那種步伐 就應該要怎麼運氣槍聲 就是穿運動鞋 然後他一定會跑掉 整個防守 因為我之前被追是整個防派的 對 防派 想說就惹到防派 請問看哪裏遇到狗防派 就是一群比較險 一群衝過來那個是很可怕的 秋雨晴最怕的 所以他連參加都不來參加 然後都開心 他現在比較大牌 你看我們都到了 就缺他了 缺他了 就缺他一個 他現在打著全明星 什麼拳的王者 就覺得自己的敵 他現在強了你的王者開頭 現在強了你的王者開頭 沒中間 沒中間 有在挑撥了 他自己還是有錄那個很帥的影片 剛好完整的 帥 現在想要怎麼 現在想要怎麼 現在想要是勞過他了 那還是不然講一下他壞話 OK 不出來還是得講一下 真的很大牌 他瞧不起我們大家都沒有在拍戲 沒有 我發現這種時候 他就參與度非常的高 可以講越黑了 可以講越黑了 不然很顯的 好像我們四個很顯 其實我們也很 我們其實叫做 拿把星星彈開來 對啊 沒有是 剛好你的戲殺星 你們也殺星 你也是嘛 我是真的滿顯 真的比較忙 就秋雨晴 他時間是真的太無聊這樣 因為他剛好一部戲正在拍 對 他藝人們都在酒色色畫 還好 這真的是 好朋友才敢這樣講 這是真的 真的 妳看不然看下了一隻 都不敢講 我要抖 你們講 不是 我又不是藍隊的 你們講 先講你藍隊 我不是藍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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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張庭湖沒來也中槍 而程翔和自揚的狗狗相處師 可是軟硬兼施 歐某怎麼有種反差夢 那你覺得你是什麼樣的主人 真的 我 對 你怎麼想要是 蛤 對 狗娘 吃飯 還用菸掌吃飯 吃飯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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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有些女生聽的話很high 如果這種口吻的話 那我好奇 到底都是怎麼叫你家的狗 你會用娃娃音嗎 還是什麼口味 不會 真的很一般 很一般 一般 這樣是娃娃音嗎 微微 好像都會有一點這樣子 那你會man嗎 就有時候跟牠玩的時候 還是要這樣 然後有時候就是 兇的時候就是這樣 沒有再客氣 你覺得現場其他的 牠們會是什麼樣的主人 對 形容一下大家 如果王子養狗 牠應該就是跟那隻狗 就是一樣冰冰有力這樣 冰冰有力 然後那隻狗會很健康 因為就是早睡早起 就是王子會睡時候 不睡覺 牠那隻狗一下就睡著 然後王子就會 又很早起床 那隻狗就很緊張 就是在那邊睡 有點老人感覺 就是吃飯 就是可能就是 一般我們的狗 就是這樣 你在學幹嘛 對啊 學屁喔 狗可能就是這樣子 有一顆慢慢喬 健康態 那你覺得 一位狗一定就是每天都在叫 會講話 有一顆狗就是語言天 都會很高對不對 語言天 就是各種語言都會跟狗對話 然後就很洋派那種健康的狗 很喜歡跑步 那你覺得 如果換一個立場角度來看的話 你覺得你會是什麼樣類型的狗 拉不拉多 拉長 拉長 你剛剛要講什麼 你剛剛要講什麼 做完這個公園活動之後 會不會讓你加深 覺得可以養狗的念頭 我覺得我一直都覺得可以養狗 但是我要覺得說 我有能力和責任 因為我怕我一忙起來 那你能力跟責任很好 那你這樣很融化不貴的問題 我怕我一忙起來 或者是我去外地拍戲的話 長時間會沒有辦法照顧牠們 喔 就是思考比較全面 那你如果真的要養狗的話 你又想要養什麼狗 大貴賓 那很大隻耶 誰講你壞話 誰講你壞話 大貴賓 因為我看到 那個坤林家的那個大貴賓 他立刻拒絕你耶 他很乖 他嘴巴很大 真的假的 但是我覺得 撞到就欲青耶 牙齒撞到就欲青 我覺得很可愛 感覺可以 自己感覺 欸你不是 你有養狗嗎 沒有 以前很想養 以前很想養 超級想養 就被拒絕了 被爸爸拒絕了 做這麼多年 我們也在想說 明天當然要找死 我們這件事情 也希望各位藝人可以好好一起想 光靠我們的圖狗 然後好的事情 就是大家一起炫彈 然後我們這樣面額行善 對 大家 我覺得就是 就是可以大家一起想念 那我覺得 今年的這個組合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 哈哈哈哈 對 對 他就說 我們今年要做五大男神 然後我們就會 五大男神 欸這五個顏值超高 一推出來真的 那你們要不要許願一下明年 明年嗎 我們許願嗎 欸這件事情是沒有 有可能會發生 我們寫信給你們 寫信給你們人 趕快來 也是要男神嗎 還是要女神 沒有 我覺得明年可以換女神 呃 比較好送 比賽要男神 沒辦法 有共產 對 好 可以 那現在就要給你們鼓掌 你們很棒 真的 謝謝大家成功 謝謝 辛苦囉 謝謝 謝謝 忘記你了 對 謝謝 謝謝 spar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